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肯定是有人在陷害我 那个U盘 那个U盘是我亲手 从于天天手里接过来的 你说于天天 总不能自己害自己吧 不管是不是你 这件事情你都必须解决 无论是为了酒店 还是为了你自己 你不是一直号称 自己有多聪明吗 怎么了 这么点小伎俩 就把你给难住了 不是你的错 是谁的错 我曾经的马总 你这个理论 简直流氓得我无法反驳 夏雨昕 我想 可能都不需要两个月吧 现在才短短的 两个星期都没到 看来这个赌吧 我赢定了 你 我算是明白了 我就是传说中的背锅侠 周先生您好 我们已经为你安排了 你们这位新来的马总 可真是个大忙人 我这个小小的供应商 她是不会放在眼里 周先生您误会了 我们马总现在在您太太那儿 我太太 你们竟然肯定不会 把我太太放在眼里 我确实没想到 我太太会在这里受到欺负 周先生我看你是误会了 以你们竟然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是最适合收购 我作为供应商 应该早点做好准备 提前抽身 我太太能 请给我来 怎么样 咱赶紧找个地方投简历吧 这么严重 早知道她刁难我的时候 我就不跟她计较了 早就听说周女 是个宠妻狂妄了 这一战士 简直是要把酒店给炸了 没想到余婷姐了 这么一个宝贝 难以置信 姐姐 老公 你来了 我给你准备了 你最喜欢吃的水果 好 就你最贴心了 田田在这儿受了欺负 马总 你信不信 我明天就可以让姬儿 大唤醒 周先生 我们其实并没有 我想 我们和姬儿的合作 需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老公 我累了 你也累了吧 那 咱们 赶快休息 马总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不行 我得去找刘平谈谈 你等等 马总 你没看出来吗 周宇就是一个 可以把余婷婷煮上天的人 要不让余婷婷也不会在酒店这么嚣张 我们要解决周宇 首先要解决余婷婷 我倒想知道 这个余婷婷到底想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要先解决余婷婷了 你放心吧 这件事你交给我 这件事你交给我 我夏雨昕都这么多年没有收过这种情 他们两个人一定有问题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去找她 就能问出个答案吗 那也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但是我们现在 别淡湿了 孤海无涯 味头说 什么是你啊 明明就是周宇 姐 开车吗 开什么开啊 我还没吃完呢 人前也不让吃饱 人后还不让吃饱 有没有人心啊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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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跟妈咱拨个电话 给 我咬手嘛 好 嗯 过来点儿 可爱啊 你猜我在哪儿啊 我知道你已经到西双版纳了 我看了新闻 多么关心我啊 你的酒店应该很好找的啊 你到这儿了 嗯 没什么 地下奥 你来吧 你都想到哪儿了 好 也没人 OUGH 你 那你就能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总 没少喝吗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我知道 你早晚都会来找我 错这一切 不就为了报复我吗 对吗 不错 还不算笨 刘总 你现在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吧 就像当年的我 也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一样 说什么呀 我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听不懂 真是好笑 之前 所有被你欺负 利用又丢开的女人 她们 选择带着你的秘密离开这里 而我 却选择带着你的秘密回来 你万万没想到吧 余天天 我 我就纳闷 我当初为什么要放过你 是啊 摘草不除根 春风吹有声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在这家有人罩着你 我就拿你没有办法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不过现在 已经不中了 你知道吗 这些年我为你可谓是煞费苦心啊 怎么样 股票跌得够多 够惨了 你怎么知道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惨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放过我 放心 牵扯到我老公的利益关系 我是不会拆穿你们的 不过 我会像你当年折磨我一样 来折磨你 你到底要怎么做 道歉啊 跪下来求我 就像我当年一样 让我跪下来求你 让我跟你道歉 你放下吧你 那咱们就走着瞧 没了这份工作 我就看看你 拿什么拯救你赔磋了的股市呢 贱人 你就是个贱人 我 我发现你真是神了呀 干嘛夏雨晶 对不起 我发现你简直是神了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被外星人做起了 需要我带你去看看吗 夏雨晶 要是按照你这种说法的话 梁琳应该明天就会接到你的葬礼情节 葬礼要什么情节 说得那么恐怖 你真的一点让女儿认为都没有 你很难嫁出去 我好 你少给我拼 什么事 你看 按这两个人的仇怨来讲 明天一定是一场血雨寻风 我们能做的呢 就是缩小作战范围 然后呢 余甜甜肯定是想搞一场大的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你一大早把我叫到刘斌办公室 不是为了请我喝杯咖啡吧 咱们俩的矛盾 应该是可以解决得了的 再说了 我也不是背后使坏的小人 咱们俩有仇报仇 不要生极无辜 这不 我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你知道的 我是不怕把事情闹打的 我虽然不知道内幕 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份 不适合把事情闹打 更何况 周先生都还在酒店 你以为我会怕吗 我是在为你着想 当事人最后觉得 谁来要帮我老师啊 周太太 阿总 你也在这儿 那个 那你们先忙 我还有点事我先出去了 既然来了 就把话说清楚再走 你也不想 在大堂里下跪吧 余甜甜 这是你们的私事 我们无需不问 走吧 不是 马逗 向雨晴 我们真的不管 这是人家的私事人员 咱们为什么要管 既然是私事 偷听可不光彩 赵总 你这回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把供民商的渠道切断 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事件 你那儿想当然 我认为你 一定要把眼光放长呢 一个余甜甜和周一 能有多大能量啊 你更何况余甜甜 她不是针对酒店 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那 您的意思是 你要想让对方放肆 你自己得先逞住气 等到最后那关键的一顺 才有可能出气 好 我明白了 余甜甜 你闹够了没有 你要干什么 我求你了行吗 我做错行吗 我求你放过我行不行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见 是我错了 我求你放过我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求你大人有大量行吗 可是 我不是什么大人 我是个女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呀 只是 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快感而已 所以我反悔了 要不 我们请个警察来 做个笔录 来好好讲一讲 当年那些被你被迫 抢规则公关的经历呀 余甜甜 我告诉你别欺人太甚啊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好好笑 没想到我余甜甜 有一天会被你刘斌说 欺人太甚 余甜你干吗 你给谁打电话 余甜甜 你不是说偷听别人摄不光彩吗 愣在这儿 我偷听了吗 我这是在帮你做见证 余甜甜 帮我 这不是赵总吗 没想到您还在这儿呢 周太太 您现在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怎么 就这么对待老同事的 那您问问刘斌 刘经理是怎么对待同事的 酒店内部的事情 我们酒店自然会处理 还请周太太高台贵手 好吧 大家都在 那今天 就当着大家的面 把话说清楚 雨甜甜 凡事点到为止 你不要忘了 当年你屡次偷写酒店和客人的钱财 我是念在你要为你妈妈治病的份上 没有报警的 我真的没有 有人说《香草》 你如果受不了 你们专业 入国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必须要先弄清楚原因 如果刘兵真的做了油损酒店的事情 我不会让他留在酒店的 可是刘兵这么低声下气 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 我必须要先找于婷婷谈一谈 周太太要走了 还留下来干什么 让你们在我酒里下药吗 没下药 周太太 您能否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真的是我们酒店的责任 我一定会让刘兵走的 其实 他走不走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是想想 我对这儿是有感情的 毕竟当初我把他当作家一样 马总 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留下刘兵 都是养虎为患 所以我们才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当年的事情 刘总 刘总 我求求你 你 您别让我去 真的 您别让我去 坐 快点 怎么的 你还是那个什么呀 那便宜周宇那个小子了 你妈最近病得是不是很重啊 是的 刘总 是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不能 我不能没了这份工作 那你还不赶紧滚到周宇床上去 装什么白天鹅啊 刘总 我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你 别让我去行吗 我求求你 好好想想你妈妈 我求求你 想想你工作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别让我去 我求求你了 刘总 刘总 你换我女儿的命 保安 保安 救女儿的命 毁蛋周宇 你换我女儿的命 换我女儿的命 换我女儿的命 没事吧 真的没事 真没事 刚刚那个 是我前女友的妈妈 我前女友出轨 被我发现 但是她又不愿意分手 闹自杀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我真的没事 如果刚刚你被扔 被拍到了 就难看了 谢谢你啊 不好意思 好了 我和刘斌的恩怨 就是这样的 等我老公办完事情回来 我们就离开 恐怕这一次 是我最后一次回JR了 周太太 我能否问您一句 您到底是看上了钱 还是看上了人啊 很多事情 包括爱情 就和这酒店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 她对你意味了什么 像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让她 再次再接下发声的 马总 你好可爱 马总我不想打击你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马总 你知道吗 在这家酒店里 就是要有人不断被牺牲 也要有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 不管你做到什么职位 你又是谁 都改变不了这样的生存法子了 我明白 但是我也是女人 我只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 马总 酒店的无奈 可不仅仅只有这种事 你们知道吗 在JR一直有一个传闻 曾经有一名女员工自杀了 那曾是一场非常著名的危机公关 但这件事 却一直仅仅存在于流传 而未经证实的层面上 女员工资料被抹杀了 危机公关的功劳 最后却写在了刘斌的功劳簿上 久而久之 到底有没有一名女员工 因为那场危机公关而自杀 变成了选案 而我 是相信她存在的 你是不是知道刘斌的后台是谁 还是赵清风跟你说了什么 你愿意放过刘斌 是 我知道 那 但我不能说 为了我老公的生意恋 看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至于赵清风 我不知道他背后在干些什么 但都是一休之合 希望马总以后可以擦亮眼睛 否则 会被人吃得尸骨无存 周太太 能否请您在酒店多留一天 虽然我们心中都有很多的无奈 虽然我们心中都有很多的无奈 但是既然你说了 你曾经把JR当做过你的家 那么这个家 就应该给你一个回应 对吧 可爱啊 我知道 你这次这么坚定地让刘斌走 这就说明你一直没有原谅他 还有赵清风 是吧 好 叔叔您多想了 不是这样的 你不用否认 作为商人有心计是对的 叔叔的意思 是在给刘斌求情吗 不不不 刘斌这次是太狼狈了 他的行为已经有损酒店形象 他必须走 谢谢叔叔理解 可是刘斌呢 这毕竟是个人行为 虽然当年赵总处理不当 留下了刘斌 但是 我明白的 这件事情跟赵总没什么关系 我本来是不过问酒店的是非的 不过这件事我要啰嗦两句 现在酒店呢正处于特殊时期 不适合有太大的人事变动 尤其是像赵总这样的酒店公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的叔叔 而且 这件事情真的要特别感谢您 是您帮我说服了周宇 我那只是走了个过场 我听说 你约了银行行长吃饭 非常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谢谢叔叔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尽力的 加油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走了 我送送您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 没时间想 新来见你可真不容易啊 这楼下的他们跟我讲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就不让我上了 还好认识我的人有几个 刷脸成功 珍珍 我来这里是为了管理酒店 不是来玩的 现在酒店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能不能麻烦你 在泰国折腾我就算了 来中国了 稍微跟我保持一点点安全距离 可以吗 好啊 就我呢 大概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 不是陆珍珍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离你近一点呀 这样你好保护啊 这二十四小时的记者都盯着我拍 我很没有安全感的 好好陆珍珍 咱们言归正传 你住在这里可以 但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 说来听听吧 第一 不准进入我房间 第二 上班期间不准跟我说话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许给我惹是生非招惹麻烦 把记者给我引来 听到没有 这引来记者不好吗 据我了解 你现在这个酒店 情况可不太好啊 这引来点记者 增加点曝光度多好啊 我不需要用朝黑 来给我的酒店增加曝光度 好吧好吧 还有吗 还有 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啊 可是我不用跟你客气啊 过一段时间 你要为我的酒店代言 什么 可爱 咱俩太多久没见啊 你现在怎么变成 这么威力仕途的商人了 我可是你好姐妹啊 你怎么还能利用我呢 好姐妹 对 在你抢走我男朋友之前呢 我们确实是好姐妹 不过现在 要说我们之间 非得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觉得 还必须得用利益 来维持一下了吧 不然的话 恐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跟抢走闺蜜男朋友的人 做朋友 怎么样 干不干 就 你那么记仇啊 你好不好吧 你呢 说了四个条件 我只有一个条件 公平吧 说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不过呢 你得让我开心点 你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的那份神秘大礼啊 这我要高兴的啊 我就给你看 要是我不高兴啊 我也不想要知道 你可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我敢保证 我们这份神秘大礼啊 大能让你无法拒绝 马总 咱们 这是要去哪儿啊 开房啊 我 我们下碍 能到先到来 等一战 我前到你 我说 没有知情 很教育 你 好 我 不要 你 给你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不用教育 不用找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当然了 我的眼线都告诉我了 你的可爱呢 带着他的小可爱出去兜风 不 不对啊 最新情报 你的可爱带着他的小可爱 去WM酒店开房了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这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难道你以为可爱 会为你守身如意啊 反正信不信有你 不过我得警告你啊 你违约了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呀 没有我的允许 就不能随便来见可爱 要是还有下次的话 我就让你 不对 我就让可爱付出代价 看你还敢不敢挑战我 好 相传 那个房间发生过 有很多诡异的事情 住进去的每一个人 都会被恶鬼驱逐 我听说 有个女人死了 她会想方设法地 让每一个住进去的人 都会让她离开 因为她一直活在那里 所以 那个房间至今为止 都是静止队外开房的 严厉 你说到真的吗 是 跟你开玩笑嘛 苏和 明天晚上 你是不是去那个楼层服务啊 你别说 别害怕别害怕啊 谁带不信我陪你去啊 你吓死我呢你 你明天晚上 是不是也要陪我去啊 不是 这 这 不是 绅士一点嘛 男人嘛 总得绅士啊 你怎么没有对我绅士过 杨丽 今天这件事情 没有一支CIO线亮色 和香奈儿粉末气候 过不去 不不不不 别这么狠嘛 咱 咱还得攒钱 结婚攒钱生小孩 攒钱买奶粉呢 我也要攒我的青春折旧费 你不知道吗 每个女人都要攒自己的青春折旧费的 否则就只能被无情无耻的男人抛弃 不是 可红香水你选一个 我喝两百块选一个 两百块 选你吧 既然选我 就乖乖听话 我就等着收礼物了啊 请一点 简直是敲诈 简直是勒索 简直是勒索 晚上好 先生 这是您的房卡 祝您入住愉快 谢谢 你干嘛 你谁来的 不要 太恶心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喂喂 喂喂 马总 你你你你你你把这个离我原点 马总 马总 你要吃什么就要我 你不如吃钱送我你就算了 太恶心拿走 有道理啊 揍你这是啊 揍你这是 我的想 想干嘛 怎么了 吃这么两下就不行了 马总 马总 你要真想揍我 你干嘛非得来这个酒店 在咱们酒店也可以揍啊 这不是你常说的吗 知己知彼 再说了 我也要知道我助理 是不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马总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你得跟男生保持点安全距离 这是一点防范意识的 我保持了呀 再说了 我这是信任你的表现 你 好像是个有故事的人 就算我有故事 咱俩也没到可以说故事的时候 真下气 故事谁没有啊 马总 你说你跟陆珍珍 你们俩是闺蜜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那个我我我不知道你男朋友 不是不是 陆珍珍 她曾经确实是我最好的闺蜜 可以说 是我悲哀童年里唯一的朋友 天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 我真的 愿意把我的一切 一切都跟她分享 可是我没想到 她想要分享的 却是我生命中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人 我的男朋友 马总 你 你 你别这样 我 我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哄女孩开心 那个 你 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呀 要是杨丽在就好了 等等 孙剑给我总结的那些偶像剧里 都是怎么做的来着 对了对了 摸头杀额头杀壁东杀 什么来着 不管了不管了拼了拼了 你干嘛 不是不是那个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马总 那个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你听我说 不是马总 你听我说 马总 你听我说 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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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马总 你 你 我说 你 没想到 你 你 我说 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小型 不是我说你啊 你脑子里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赶紧把衣服给我穿起来 臭 我还装得很聪明 虽然心灵有些感应 也放晴 忽然我变得担心 留下匆忙的照应 半辈子孤独的旅行 去碰到你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放下并不代表着忘记 而且美好的回忆都是属于你的 反正这人得往前看 是啊 人活着就要向前看 远兵 没有了你的保护 你是不是也会希望 看到更加勇敢 更加自信的话 其实我灵魂本身 周总 感谢您对我们家的支持和信任 马总不必谢我 要谢 就谢我太太吧 你看你干嘛一直板着脸 你都给马总吓坏了 对对对 我太太一直让我跟你道歉 说那天我太没风度了 没关系 我们都能理解的 您是担心太太吗 对了 周先生 我能否和您太太单独聊两句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这脆弱的雪花 浪费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